圓培55週年校慶 同時也是國際放社現日 圓培科大除了在這天 慶祝校慶活動外 也同時與中國醫藥大學 新竹附設醫院 新竹榮譽國民之家 以及惠家健康生活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簽訂MOU策略聯盟與合作計畫 因為基本上現在 圓培醫師科技大學走的路線 就是說我們要變成是一個 大健康產業人才的培訓基地 那也走向發展的是 用企業型大學的方式來發展 企業型大學的發展的概念 其實就是讓產業進到學校來 然後讓學校進到產業去 所以我們會搬一些教室 到一些產業去上課 那我也很高興 那個產業可以把一些設備 或甚至一些科技人員 或研發的這些想法 或是要DEMO的東西放到學校來 然後這樣的話才會產學共同發展 然後會讓這個產業 會更加的發光發亮 惠家健康生活科技特別捐贈 智慧照護科技教學設備 期望與學校共同規劃建置 智慧照護特色教學實驗室 幫助年輕學子及早投入智慧照護產業 今天很榮幸跟圓培一大這邊共同建置了 這個全球第一間那個飛行入行光線 生理監測技術及智慧照顧系統的特色教學實驗室 因為裡面所有包括輔具包括床 包括所有的醫療設備都不需要穿戴 未來這些培育的照護人才全部都是智慧化 會懂得利用科技來照顧這些 我們以後要照顧的老人或者其他需要被照顧的人 其實這個就像校長講的一樣 它是一個跨領域的你絕對不能說你學了護理 你不懂得科技智慧照顧 因為你可能在護理債 那你就要掌握到所有病床老人的訊息 所以我希望學校培育的人才是跨領域的 現在所謂的雙修三修 它不一定是這個科系 如果能夠把各個科系互相的去融合的話 不但他會照顧也懂得運用科技 而且甚至跟懂得怎麼去創造新的創新科技 更為重要 特別是形成最新的一個照顧模式 來提升照顧的品質跟效率 這是非常重要的 企業與校園攜手合作 讓學生有更多資源培養社會競爭力 校慶活動也在多位貴賓的見證下圓滿落幕 凱坡新竹簡舒淇採訪報導 謝謝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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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